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生前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我这一辈子主要工作做的只有一件事 搞中国的核武器 朱光亚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朱光亚 湖北武汉人 1924年出生 1945年8月 随着美国两颗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 蒋介石提出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这时的朱光亚 刚从西南大学物理学毕业 留校 担任助教 当时他是一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 1946年 朱光亚 李正道等人来到美国 不过 很快他们接到通知 美国是不会向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的 就这样朱元亚等人学习原子弹技术 只能不了了之 对于这段经历 后来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回忆是说 当初蒋介石派出的人 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 他回国后 是做原子弹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百费代行 报国心切的朱元 亚于1950年春天回到北京 刚开始 朱光亚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在这里 他把自己所学毫无保留的教授给自己的学生 好景不长 一九五九年中苏交务 苏联方面拒绝再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方面的资料和技术 眼看制造原子弹的工程即将流产 国家正式决定自立更生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经过前三强的推荐 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第九研究所副所长 当时他年仅35岁 原子弹的研制都是绝密的 朱光亚的孩子们都不知道父亲平时工作内容是什么 直到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时 我国西北戈壁滩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当时 朱光亚一行人由于走错了路 每当亲自赶到现场 当他看到升起的蘑菇云时 泪流满面 朱光亚一声喝酒就喝醉过一次 这次就是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个晚上 就在大家关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 朱光亚却在秘密开辟另一条核试验路线 积极准备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3日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对此 朱光亚鞠躬至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